美國得中的暴風雪 70人死亡 那到目前為止 雖然說電恢復了 但依舊是有數百萬戶 沒有乾淨的水可以用 拜登說他希望去勘災 但也擔心因為他的到來 會讓當地的救災失焦了 所以他暫時還沒有去 所以你來看果園 因為每一次看到政治人物 當總統的要去災區 要說什麼話 動輒得救 你看到目前為止 拜登上任的第一個 天災政治學表現如何 還好有Ted Cruz做比較 他丟到墨西哥 沒錯 所以還OK 他對於拜登自己本身來講 這件事情他很難做 因為你德州 就沒有碰過這種天氣 坦白講就是氣候變遷 不可預測 然後你老的線管很多都凍住 包括風力發電也凍住 太陽能力也不能用 那你去 你能夠瞬間給人家電用嗎 就是你一定要 通常我們說災難政治學都是 在開始好轉的時候才去 那正在苦的時候 你去一定就是縱死之地 因為有足隊友 所以現在焦點 還沒有在拜登頭上 不過現在 對於拜登來講 有一個焦點就是 他的能源政策 跟他已經說了要回 重回巴黎氣候協議 這是有相衝突的 尤其德州 真是被大家放在來討論拜登 就是德州是美國的能源大洲 這邊有非常多的石化業 那如果美國要重返 巴黎氣候協議的話 你對於自己本身的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必要控制 如果你控制了能源業的話 那當然在德州 會有更多的人 因為公司倒閉 或幹嘛會失業 所以這就要提前 讓拜登去面對 你要重回到氣候協議 重回到國際社會 但你怎麼樣去面對 國內對你的指責 共和黨的前德州州長 他就來批拜登了 說現在德州 寧可多忍受酷寒的天氣 也不要你的環保新法規 華老師你怎麼看 那現在還說德州不能夠把 能源自主權交給聯邦 準備要跟政府直接對抗 我現在不曉得 拜登會不會是因為自己的年紀 或者是說 過去這四年來在川普的治下 在美國的強烈的這種 這種政見 政治立場 以及國家未來發展的這個對立 觀點的對立 而讓拜登過 我覺得他 剛剛我們講他很慢 就是整個整體對外政策 可是他在內部 他上任第一個月 所簽署的總統行政命令 是川普第一個月的五倍 我們感覺上好像川普那個 集集如律令 好像簽了很多東西 其實拜登簽得更多 所以他在這種出手這麼快 不曉得是黨內的壓力 還是他個人的決定 那麼所以有很多 譬如說會影響到石化葉的 他一定要那麼快的出手嗎 有沒有必要 現在內閣人士在國會擺得聽證 你要搞清楚現在參議院 這個民主黨並不是那麼大的多數 現在是平手 再還有很多問題 你沒有跟國會做好溝通 尤其是德州在這次選舉當中 所開出來的票 事實上對民主黨來講 是一個希望要繼續去爭取 盡量把它由紅轉藍的一個州 所以他的這些這麼快打旋風式的 推出這一些 不會馬上立即見效的行政命令 但是會立即得罪人 對 馬上得罪人的 就是說我今天說我要這樣做 問題是你可能一年半兩年 還看不到效果 可是這一 明年年底就要其中選舉 他也把加拿大那個Kiss Stone給停 對啊 我覺得拜登他可能自己也急 因為他的日子不多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自己 他自己給他自己 100日證積 他給自己一個成績 他說100天要交出成績單 所以對於這個100天 日子不多 對 他有點急 有點急 不過你看看 這麼多的行政命令當中 要暫停聯邦的土地 租給新的石油天然氣去做開發 所以這個命令一出來之後 包括了美國探勘跟生產委員會 西方能源聯盟都公開反對 準備要打法律戰了 也就是拜登在國際間 還沒有形成一個 所謂的D10民主聯盟 要去圍堵中國大陸之前 在自己的美國國內 就已經有很多業者 可能對他 對拜登政府要提出訴訟 所以他的確也是因為 這場德州的暴風雪 對於讓他面臨到提前 他終究要面對了 不過等於是提前面對到了 你的氣候變遷政策 跟國內的能源政策相逢 而且準備吃官司 那當然了 因為他要立威嘛 他現在要當全球領導 那你全球領導 你說你這個氣候變遷的這個問題 你老早就提出來了 那提出來了你要有作為 那你作為當然 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開始 那所以他就必須付出代價 對不對 我內部的我得罪人 我一定要這樣幹的嘛 那否則的話 人家講說你好了 你這個全球 而且你好像今年就要開這個 全球那個氣象的會議了嘛 那氣象的會議之前 你當然你要做出點東西出來 但人家才會跟進嘛 你才有這個領導 領導的這個地位跟能力 要秀出來 所以我說他這個做法 我倒不覺得說有些什麼大的問題 他必須要在某些部分 他要做出犧牲 可是在另外一部分 他可能獲得的更多 而且你這個犧牲啊 我把它算了一下 他現在是說 在這個聯邦的土地上 不可以來繼續開採了 或者開採怎麼樣 要結束了 那你就把你這個油管 你就搬到旁邊去嘛 因為你聯邦的土地有限嘛 大概不曉得有很多的計算啊 大概不到八分之一還是九分之一 怎麼樣 就是整個的這個土地裡面 那就是說 這些土地你不准弄啊 好啊 所以像說我的油管會轉彎 油在這下面 那管子搬到隔壁 只要是聯邦土地以外就可以 對啊 這樣子搞的 對啊 你這樣子的話 就等於說你就可以回避了嘛 那意思就是說 我不要跟你硬幹 所以我說這些東西啊 就慢慢慢慢會找到一些 這個解決的方案 那可是呢 你現在必須要在全球立威 我覺得這個就是他的起手勢 起手勢立威 政治能量OK嗎 郭宇你來看 他等於是逼布希家族跟他對抗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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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擺明的就是這樣嘛 嗯 因為他們家族 而且不覺得給川普 死灰復燃的機會嗎 不布希家族本來對川普是很有意見 那變成這個議題他們就合作了 是啊 就必然如此嘛 是不是 嗯 那就是你以後就保佑啊 你參議院都不要有人跑票 對 哇 其實 其實他這個過程當中 也給自己一些未來絆腳石 出現的可能性的幾率是高的 因為他 那一定 我不曉得是他比較老實還是他經過精算 其實這種減排的這些 你可以在國際上面先做承諾 承諾再先你再回來對付自己的業者 結果你現在是先針對自己業者 然後做給別人看 對 那你想想看你可能自己後院都自己 不是這個問題就在於說什麼呢 他自己的這個政治籌碼少了一點 嗯 因為你現在接了川普 川普給你搞的這個天灘地附 然後呢你現在開始要來整頓 可是你自己的政治籌碼在哪裡 關鍵是他這次是產生 對不對 他產生 也包括他 所以說他的牌不多 那所以說他必須要找牌 要找牌來立威 那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做法 我是能夠理解啦 當然他會碰到很多的 這個內部的這個障礙 或者內部的這種衝突 那可是呢 他大概 照你剛剛講 可能是精算過了 那這些東西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來這個 稍微的來應付一下 可是我在國際上 我這個陽明例外 有沒有精算過 我請教一下 因為布林肯有講 氣候轉變跟科學外交 不會再成為美國對外 對外做這個外交的一個附屬品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會因為我們美國現在要去打 國際間的關係啦 把這個當作是一個附帶條件 所以它是我們的未來的重中之重 希望贏回國際的聲望 還有國際對美國的信任 但是贏得國際的聲望跟信任 跟贏得國內的就業機會跟經濟 對外交易數據 作為一個總統來講 當然你要去做一個判斷跟選擇 對 黃老師如果你是 如果啦 如果你是拜登的戰略顧問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做選擇 我覺得態勢非常明顯 是攔外必先安內 拜登當面對的就是這樣子一個局 今天不管民主重建 不管是美國國內的經濟 這些種種在內 我們不要算德州這次天災 他光內部的問題 分裂還有政黨的之間的僵持 就已經讓他在對外很多政策上面 是施展不開的 那麼現在他又先統內部的馬蜂窩 那個現在資訊這麼流通 外國政府也會看他自己在國內的分量 跟危機嘛 然後才會看他對外所宣告的這些政策 到底行還是不行 你能做到多少 行還是不行 行還是不行 1.9兆的美元紓困案過於你的觀察 19對16 是出了委員會了 那這禮拜應該在眾院有機會做全員的表決 闖關的機率高不高 我覺得還是會略做三減 因為那個中央對地方補助的部分 我想共和黨還是非常反對 還有對那個 就是說你那個 失業救濟是不是延後到年底 這個共和黨也有很多不同意見 台幣這兩天又是不斷的飆 當然是包括了聯準會說 他們繼續寬鬆 寬鬆到有可能是明年年底 因為通膨要達到2% 那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美齡做了一個調查 超過三成以上的經理人認為 全球經濟會有個V型樂觀的一個復甦 但是通膨要達到2% 大家也擔憂就是 會不會有很多骨灰式的泡沫 郭源您的看法呢 這個可能要看個別產業 因為有一些已經漲得很多了 比如說我們說資產價格 比如說比特幣就漲成那個樣子 那有一些個別的科技股 就已經漲得非常不可理解 那因為通膨你要到2% 這還有一段路要走 目前大概1.3%左右 所以當然大家現在是預期這樣 可是企業獲利也可能會超過 通膨的2% 所以股市也不一定會真的大暴跌 修正有可能 可是也不是說就是一個大危機 比特幭啊